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八月份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就出现了他的照片 至于为什么会选的却也是一个至今想来都很奇怪的理由 那时他并不是代表个人登上封面的 而是代表整个80后群体 时代要对一起聚集80后这个群体的话题 所以就在一群人中选中了他 怎么听起来跟买彩票似的 那么多杰出的80后 为什么偏偏找到了他 后来有人怀疑涉其中有黑幕 但这些都被他否认了 而那个时候的他之所以能被大众关注到 主要还是因为他与聂元 政军之间的一众绯闻 04年的时候 他与聂元在拍摄汉血宝马 期间因戏产生感情 可是这段感情也是短命的 仅仅三年的生命 在2006年时 他突然向媒体表露出两人感情分裂的内幕 对这件事还硬是把阿娇 谢娜 胡可三个人一起牵连起来 在爆料中 他一直委屈 他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作为他的正牌女朋友 在他心目中却始终没有被承认过 他还说他们俩感情破裂 很大原因 是因为阿娇的进入 那个时候正是阿娇和他拍摄雪山飞狐的时候 不光阿娇 他还说他也曾和谢娜 胡可在一起过 聂软那边呢 听到他这么说 只是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爆料 只是为了炒作而已 但是 这个是一出 在当时 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失业也是因此下滑 而更是被骂为渣男 正因为这个 他才一度向媒体承兴 他和阿娇之间的关系 更有聂软的团队成员说 这是专门的公关团队 恶意在当的 后来 阿娇和谢娜 也是主动出来否认与他有关系 而胡可却始终处于默契状态 使得他头上的这顶绿帽子 始终扯不下来了 不过这也暴露出 他不善于处理感情的硬伤 因为这个事 他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媒体竞相的采访对象 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但不久之后 他再次卷进小三世界 而小三世界的主要人物 就是郑君和他的前任妻子孙峰 在零些年以前 他们还是被网友们最为称赞的一对家人 而他的成名娶灰姑娘就是他做的子 他们两个也是初恋关系 之后也是有不少大媒体 如之音 旧曾登载 他们的感人爱情故事 可没想到 也才过了几年 他们两个的爱情 还是亮起了红灯 而这个红灯的开启人 正是刘云 郑君离婚之后就和刘云在一起 先是两人结伴看电影 过生日 后来两人就干脆大摇大摆地秀起了恩爱 所以尽管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一些气不过的网友还是说他是第三者 就这个事 郑君还跳出来为他辩解 不过后来的结果是 他们两个也还是没能抖远 其实 这不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吗 你玩弄感情 感情自然也会玩弄你 PS 本门结束 欢迎订阅 多多留言 历史内容更精彩哟